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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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看着你空洞的夜 补满了无能 在你心中 还有没有我存在 混乱的思绪 让我狼狈的逃干 无法想象 没有你陪伴的爱 心痛的无法释怀 我怎能如此依赖 依赖你给的温暖 最后却成了伤害 我要的爱 你不习惯 只想永不分开 人该再徘徊 心却已离开 我们只会不停的制造遗害 你要的爱 我才习惯 让我们再重来 困难的现在 可服的未来 需要两个人的爱 才能存在 我要的爱 你不习惯 只想永不分开 人该再徘徊 心却已离开 我们只会不停的制造遗憾 你要的爱 我才习惯 让我们再重来 困难的现在 能克服的未来 需要两个人的爱 才能存在 爱 阿姨 我还记得 你最喜欢吃这种鱼 多吃一点 这种小事 爸还记得啊 事情不分大小 是要看它的严重一些 有些事情 当下觉得很大 可是 过来就算了 可是 有些小事情 却会在心里 记住一辈子 那妈的事情呢 该记住的 我统统记住了 该忘记的 我也就早就忘记了 你的忘记 还有记住 标准是什么 来 再吃块鱼吧 你还记得 我爱吃这道菜啊 你误会了 现在你刚刚夹鱼肉给我 所以呢 我必须要夹青菜给你 免得要欠你人情 最起码 我能够吃到 你亲手夹的菜 找一层屋子 快去看吧 好 走 快去看吧 哈哈哈哈 喂喂喂喂喂 小姑娘 你好重啊 你姐别的 你怎么说我重了 我哪里重呢 人家可说的苗条呢 别胖了 我哪有 志豪 爸 我回來了 不是說下個月才回來嗎 怎麼今天就到了 爸 我的考試論文提前了 想剛才畢業回來幫你的忙 所以就提早回來 那你幹嘛不先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去機場接你 你現在可是貨店的老闆娘 你的事情很多 我哪敢煩你 更何況 我想要給你一個驚喜 好啊 現在敢取笑我 你呢 將來可是我們 崇宇集團的高階主管 而我 這是我那花店 小小的老闆娘 怎麼跟你比 你哪是小小花店的老闆娘 你可是崇宇的小公主 也是爸爸跟我的心肝寶貝 你好噁心 卻一國就學這些 這叫做紳士風度 好一個紳士風度 那禮物呢 你該不會兩手空空回來吧 你放心 我回來哪敢帶兩串交回來 快點 來 來啦 謝謝 你們要給我 哥 爸 這是我為你精心挑選的 林戴甲 謝謝你 我的 我的 有 在這裡 好大一盒喔 我再猜猜看裡面是什麼 還猜耶 直接看不就得了嗎 好美喔 喜歡嗎 這次我在英國拼命讀書 想趕快畢業回來陪妳 我在那裡 想妳想到心都疼了 所以就一道一道的割下去 前前後後 我割壞了好多塊 最後才完成這一塊 這是我 對妳所有的思念 現在要把它全部送給妳 你啊 還沒有出國念書的時候 平常都是你陪著我哭 陪著我笑 還有很多很瘋狂的事情 你都會陪借我 我親愛的小妹妹 我不陪妳 我陪誰 更何況 妳小時候 妳家出走 還是我陪妳一起溜的 好了 很丟臉 別一直說 對了 還有上一次 好了 不要再翻我的糗事 拜託 妳的糗事都有我 丟臉 我有一份 說得也是 可是妳可以回來 我真的很開心 我等不及要喝訂婚喜酒了 哥 爸 你們慢慢聊 我先去花店 爸 韓女怎麼了 怎麼怪怪的 史華 妳的觀察很敏銳 我要提醒妳 妳有競爭者了 好 自己好好努力 小心點 總裁妳看 什麼一回事啊 搞什麼鬼啊 Amy啊 叫保全把昨天晚上所有的監視錄影帶調出來 看誰下班以後還進過我的辦公室 到處都是耶 一張一張給我收出來 然後通通下尾 顏香天 季霞 我在忙妳不要煩我 別煩別煩 我馬上給妳一個大驚喜 妳在跟我搞什麼把戲啊 我沒有時間陪妳胡鬧 好啦好啦 不賣關子了 我們部長夫人要參觀集團 所以啊 我現在兩分鐘之後就到妳辦公室喔 趕快準備準備 迎接我們部長夫人吧 喂 超姨啊 緊急狀況 部長夫人突然來訪 準備最高規格的接待 要快 主才 發生什麼事啊 部長夫人突然來訪 不能讓他看到這些負面的東西 快 幫忙把他銷毀 是 夫人好 夫人請 請 這裡是天朝的一夜總部 員工大概有九千多位 各路的英雄好漢 都被網絡在此了 除了我以外 您真是客氣了 趕快拿去銷毀 總裁已經等候多時了 夫人裡頭請 兩個一起走 好 不好意思 秘書初心 夫人請 沒關係 部長夫人 這麼早 什麼風幫妳給出來 歡迎大家光臨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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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有大獎 夫人坐 天朝集團精英匯集 为国家经济创造不少的繁荣 功在社会 过奖 过奖 夫人这么说 让严某人觉得罕言 我为夫人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公司的慕副总 慕博文先生 夫人好 你好 他算是我的左右手 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的天朝集团 天朝公司的大工程 非他莫属 总裁 你严重了 如果不是你领导友方的话 我哪有发挥的余地 博文说你客气了 你若无功 谁敢说他有功 每一位为天朝集团 努力奋斗过的员工 都有功劳 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份子 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莫副总这么谦虚有礼 难怪严总裁 是你为左右手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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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气质美女我见过吧 是不是上次在大和之恋 皇后号上的招待会见过面 是 夫人 我记得 光光能力很强 是你们公司的门面 说起这位美女 她的来头可不小呢 她就是我们莫副总的千金 可以算是降门之后 能力跟她爸爸一样优秀 我们天朝集团 所有的企业形象 都是由她一手打造的 所以她替我们公司做了 很多很好的公关 广洁善缘 人长得这么美 能力又好 这以后谁能娶到你 真是她的福气 感谢夫人的赞赏 我真的不敢当 这位是 这位是 很大 佳辉啊 怎么现在才来呢 我刚才外面 接到电话就回来了 夫人好 你好 夫人啊 这位是我的长子 严佳辉 也就是天朝集团 将来的接班人 您应该有印象吧 有 很优秀 青年才俱奴 但是年轻人呢 就是见识少 惊艳嫩 以后呢 还请夫人多多提拔 多多关照 哪里哪里 你们两位看起来 倒是挺登对的 说不定 副总和总裁 还可以结个儿女进家 夫人真实热心 帮我们做起梅人来了 梅人我可以改天再到 对了 您刚提到后面这一位是 夫人你好 她是自己人 夫人啊 今天大家光临 不知道对我们天朝 还有什么指教 是这样的 你知道我有个针时会吧 嗯 这针时会呢 我们月底有一场 有关于现代社会 如何增进 妇女感情的专题演讲 想要邀请总裁您 来当个主讲人 不知道您是不是有空呢 我当主讲人啊 是啊 你对你女儿的爱 你知道吗 我们针时会好多姐妹 都感动得不得了 再也没有人比总裁更适合 当这个主讲人了 这个嘛 哎呦 夫人啊 你找对人了 我们夏天啊 可是外纲内容 女儿生病了 再怎么不舍得 都要送她去住院呢 还要保受外界的批评 可是啊 她每天都偷偷地跑去看她 还流泪呢 哎 季霞 夫人面前 不要师父分寸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啊 这样都不是 见笑见笑 夫人错案 我也某人感激在心啊 不过要是认真说起来 如果说是慈父的话啊 慕副总 慕副总她比我更适合不过了 因为啊 她一手抚养她的千金长大 她们两个可以说是妇女情深啊 在我们天朝集团可以说是 众所皆知啊 所以要当这个主讲人 她比我更适合 总裁 你这是 你不要说你不适合哦 如果你不适合的话 天底下没有人适合了 哎 我现在啊 知道你们天朝 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了 都是因为领导者虚怀若骨 你啊 未来是天朝的接班人 一定要好好跟你父亲学习 才会有成就哦 谢谢夫人教 说实在的 有这样的父亲 真是你们做子女的福气 好说 战昌 到我办公室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是怎么回事啊 好歹我是公司的总经理吧 难道要浅都浅不动你吗 还在生我的气啊 没有 还说没有 你是我儿子骗不了我的 就因为是你儿子才窝囊 连被介绍都死了 什么呀 没什么 你别当我不知道啊 你真的要挺颜向天是不是 他在部长夫人面前 当你是空气 连介绍都不介绍你 他这么羞辱你 你还说没什么 你还想瞒我是不是啊 才刚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就知道了 公司上上下下 还会少眼睛少嘴巴吗 我才刚一上楼啊 背后就听见 人家说部长夫人 突然到公司来 然后你大伯 要公司所有的高级干部 都要去接见他 唯独就少了我这个总经理 还搭上了一个你 你大伯口口声声说他重情义 简直把我们两个当着屁 谁叫你一大走着跑去打球 想要通知你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以怪大伯呢 那你呢 全年全情的 早到晚走 在公司里做事 你比家会做得少吗 凭什么把光环 套在他一个人头上啊 连在部长夫人面前 都不值得提你一下吗 我算什么东西啊 哪敢跟真命天子争风采啊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争执了 省得待会儿 你又跟我吵得没完没了 人的桌上的是什么 莫名其妙出现在大伯办公室 贴了整间物质到处都是 这个东西不会莫名其妙的出现的 有意思 这下子可有好戏看了 就不知道谁干的 肯定是小曼啊 现在除了小曼最恨你大伯之外 还会有谁呢 现实报 真是一物降一物啊 我看你大伯还能得益多久 爸 你不要幸灾乐祸 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小曼做的话 我们两个都脱不了关系的 为什么 我们又没招惹他 真的没有吗 你不要忘了 小曼曾经在公司公开诅咒过 他要把害过周日生的人 一个一个给找出来报仇 没错 他的确说过这种狠话 我就想不懂了 公司有保全 还有全天后录影监控 光比小曼他一个人 他有办法将天衣无缝 来无影去无踪吗 你的意思 是有人在背后帮着小曼 不知道 我只是怀疑而已 小曼你会变成今天这种地步啊 全是你大伯一手造成的 如果小曼背后真的有帮手的话 林翔天 你的麻烦啊 就不光是一个幕后的藏进人而已啊 这个游戏啊 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个季霞搞什么惊喜啊 部长夫人来也不提早通知医生 差一点乱了手脚 恭喜你啊 总裁 这表示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没有白费 一切都快要有代价 爸 爸 你和总裁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曹怡 今天部长夫人来参观公司 虽然说是邀请总裁要去演讲 可是背后代表了不同的意义 表示他认同天朝 认同总裁 中南美洲的航行权 不是催修可得吗 对啊 平常要邀请这些官夫人出席活动 都要想个名义 请官方公司送礼 或是说尽好话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们还未必少力 所以说今天部长夫人不请自来 不正向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恭喜总裁了 得意的话还是不要说得太早 一切都还没有定案 还不能太得意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家辉啊 你在想什么 爸 家阳 不要给我提这个败家子 我现在只要想到他 我就一个头两个大 要不是他把小曼 从医院里给弄丢啊 小曼也不可能到我的办公室来 那 把我的办公室贴满了 因为写手印的新闻报道 这是小曼做的 他来过公司 这是我初步的猜测了 我叫Amy去调了这个监视录影带 到时候我就知道 到底是不是小曼搞得贵 爸 好了啦 家里的事情不要在公司谈 要谈回家再谈好了 家辉啊 你不是告诉过爸爸 你准备接班了吗 这次我们南部的时差 你有没有什么心得还是想法 我的想法只有两个字 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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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每个部门都有叠床嫁物的现象 不但浪费能力 还徒增财物的支出 还有 工廠的设备扩充过度 眼镜心的机械 却不会善加的利用 这样导致产能不足 势必无法如其出单 这些都显示 我们的管理政策 无法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 难怪天朝的财务会吃紧 直接命中要点 但是光是看到问题 还要能够解决问题 你有没有复安 我怕我的想法不够周全 没关系 说说看 最快最有效的方法 就四个字 金兵减证 金兵减证 金兵就是表示三减 收编人力 减证 就是要打破现在固有的形式规律 但是这些动作都有可能 引起必然的反弹 你不担心吗 人的身体要有健康的体质 企业保健更是生存之道 诊断出毛病打针吃药 会痛会苦 这是不可避免的 嘉辉 你真说得太好了 很好 嘉辉 你能够想到这一层表示你做事的魄力 爸爸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优秀 但是爸爸从来没有想过 你居然比你老爸很优秀 总裁 你是后继友人 天朝想必是前途无量 爸 你说对不对 今天算是初步带领了解公司的现况 公司的规模已经比我去英国前大得多 经由这几年金融合并的风潮中 爸爸已经及时掌握了风向 带着集团顺风而上 年人虽然在英国念书 可是跟台湾没有妥解 爸 现在资讯这么发达 只要有心 世界各地的消息都可以轻易获得 看到公司的现况 你有什么看法 从与集团是金融界的龙头 这是无庸置疑的 不过经过外资的进驻跟并购 其他集团也慢慢的错大 所以要坐在龙头这个位置 并不简单 所以你也应该知道 当你进入金融团队之后 你就要面对的 是异常又异常的硬仗 你有信心吗 爸 我当然有信心 如果连这一点都没有信心的话 那不只有汪费爸爸对我的期望 我相信现在爸爸给我任何一个位置 我都可以取舍 好 过来坐我的位置 爸 这是你的位置 我不敢坐 叫你坐 你就坐吧 只有坐在我这个位置上 你才能感受得到 经营一个集团有多大的压力 我有几个问题要考你 就当做你是崇宇的总裁 好好地回答 是 请爸爸多罗自家 目前世界经济的潮流 是企业结盟 即使是大企业也会互相合作 以创造更高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者恒大 小企业被并吞是在所难免 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要如何维持我们公司的竞争力和优势 说说你的看法 大胆地扩张事业版图 具体的做法呢 首先 我会和外资合作 有外资的进驻 增加公司的竞争力 引进外资 你不怕他们财食侵吞 抢夺我们经营的优势吗 我不怕 受政策的限制 外资持有的股份有限 只要我掌握大部分的股份 就不怕受制于外资 还有呢 利用政府释出关股的机会 取得传统国营银行的经营权 与政府为敌 这是不明智的做法 别忘了 有的进驳公司 就是和政府作对 最后落得 遭受司法调查的下场 是 民不为关斗 如果取得经营权 不应该张牙舞爪 急得取胜 我们应该先和政府合作 做个顺便 让政府对我们有信心 再慢慢的增加 董监事的歧视 逐步阐势 更何况 我们没有不合法的行为 何惧失法 说得好 世华 我一直相信你很优秀 可是想不到 你是这么地杰出啊 来 我没有孩子 不过 我相信 就算是我有亲生儿子 一定不会比你强 宠宇啊 后继有人了 说话 公司除了有一场仗要打 在感情上 你也有一场硬仗要对付 爸 我想建立业或成家 那韩宇 我有信心 不怕 你不怕他偏心 爸 我当然不怕 我从小跟韩宇长大 是七枚竹马 任何的竞争者 都没有我的优势 女人啊 很难捉摸 尤其是感情 更需要细心呵护 世华 你千万不要为了冲刺事业 而疏忽了韩宇 爸爸是过来人 你要记住我的忠告 爸 这我明白 现在不是谈儿女情长的时候 我想替爸爸多出一点力 在事业上有一番的作为 喂 还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 英国回来的新朋友 那我们的咖啡约会 还算数吗 当然喔 叶世华 在这边 哈喽 你蛮守时的嘛 被英国人训练的 你也一样 被英国人传染的 守时守信 是我的座右铭 不迟到 不迟到 这种承诺是我的生活公约 来 这也是英式咖啡馆 但是没有waiter的服务 我就是waiter 来 这是我自己煮的 爱尔兰咖啡保证到底 真难喝啊 不是 是我刚回国 肩膀弹球这么重 有点紧张 你要负担假计啊 你真还重 我爸有我继承家业 扩充他的事业版图 我们还真有缘 又找到一点相同 都要继承家业 肩膀上都有重担 但真的啊 有意思 以前觉得自己很可怜 被逼着做不想要做的事 可是经历一场生死劫之后 有很大的改变 现在不但不觉得可怜 反正有点骄傲 那您收拾来分享吗 我以为放弃名利 就是高风亮谷 但其实我错了 这是自私 把责任重担推卸给别人 自己却快活得过的什么 这是我一直以来 最引以为傲的骨气 反而悬着矫情 我懂了 你有能力承担责任 为家里的事业 付出一份力量 这是光荣 所以你感到骄傲 为什么你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因为我的电波 跟你在同一个轨道上 接上了 通了 除了他 你是最懂我的人 他 他是谁 是谁啊 呃 一个 温柔的时候像水 勇敢的时候像火 不屈炎复食 热心住人 内外兼美的女朋友 呃 说肉麻一点 是女神 但不知道他跟我的电波 是不是 妳看什么 啊 我在看我们有没有 食神相似的感觉 之前我被吹过棉 据他们的说法 如果前辈子相遇过 这一辈子就感觉很傻心 我觉得啊 我们上一辈子一定是兄弟 要不然怎么这么多 相似的地方 我也这么觉得 一见如故 又一樣失去英國留學 身上又背負接班重任 比喜歡的女孩子 都感覺這麼像了 說說你的女神吧 她挺美的 還滿有個性的 她既餓如醜 個性帶霞氣 還很喜歡打抱不平 真的假的 要不是你剛回國 我以為你是我情敵 我們喜歡的女生 竟然是同一型的 不可能 世界上同一型的女生這麼多 我跟她從小一起長大 默契好到 只要對方是一個眼神 就知道對方在想什麼了 這種感覺真好 可是我跟你一樣 我也不確定 她是不是有認定我 我要的愛 你不習慣 真想擁有 對方 人也在 才會心卻一力 可是我跟你一樣 我也不確定 她是不是有認定我 我們正才同病相連 雖然愛情難以捉摸 不過我相信 只要跟經營事業一樣用心 絕不認輸 這一點你又跟我想的一樣 我本來有些猶豫 可是後來一想 猶豫只會讓幸福擦身而過 不能消極的等待 要積極的追求 我要讓她感受到 我的真情誠意 那很好 那我們一起努力 勇往之前 到時候 看誰先炸紅色炸彈 輸的人 給對方當伴郎 一言為定 那我們一起努力 讓我們的事業 感情皆雙贏 先來個熱身賽如何 賽車 來啊 誰怕誰啊 好 你居然偷跑 這是我 對你所有的思念 現在要把他全部送給你 你真是讓我回答 葉寒瑜 你一定要鎮住 這個楠姊的感情系帝 你一定可以的 加油 葉寒瑜 有妳的包裹 請先收 袁家輝 奇怪 這什麼給我 這支神奇的筆 是 你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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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最珍貴的寶貝 他記載著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也是他 也神奇的帶領著我 找到你 因為這支筆 我才有機會與你不斷相遇 相知 相惜 我相信這支筆 接下來的使命 是記載再一段 也是最後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 我把它鄭重送給你 這是米雪兒的心意 也是我最深的記憶 為什麼連妳也為難我 好 好 好 是我 我想了又想 最後我還是決定 暫時不公布你接班的身分 爸 為什麼 你擔心我 不是 攻山掠跌 要先做好準備 爸 我出國這幾年 都是為了回國接班而做準備 那這還不夠 當然不夠了 雖然說你有充足的專業知識 可是你沒有實際的經驗 這會讓你成為滿口理論的真學者 卻是個假內行 我準備讓你從基層做起 摸透公司每個部門的環節 所以呢 暫時隱瞞你姐妹的身分 讓你做一個真正的基層聯工 我知道 一切 爸爸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我只是用心良苦 爸 我回來了 來 你看 我買了粽子 你過來吃 我再不要了 會變胖的 我不會 我會變胖 你吃完做運動就好了 對了 我告訴你 我發現一個新地方 是可以騎腳踏車做運動的 真的 在哪 在河濱公園 我在那裡認識一個新朋友 有機會我介紹你認識 你一定會超喜歡他的 像你這麼高傲的人 應該不會交到什麼好朋友吧 這個緣分還真奇怪 我跟他特別有話講 我們還一起去賽車 還相約 看誰最快追到女朋友呢 是嗎 當然是你比較快 韓宇 該實現我們的約定 準備訂婚了吧 爸 你就非得要現在說 破壞我的好心情 我不應該提醒你嗎 我會記得我的承諾 可是你也不用現在說 況且 舒娃哥才剛回來 我一點準備都沒有 你要準備什麼 一切由我打理 爸 不要找借口拖延 你要是不守信用 我可以隨時停止我們的交易 爸 阿玉 你們在說什麼啊 什麼交易 這跟我們訂婚有什麼關係 什麼合約不合約的 怎麼 這跟我有關係 我有權力 知道來弄去賣 其實也沒什麼 這是我跟韓宇的交換條件 我答應他 幫他配到公司貸款 他答應我 你一回來就跟你訂婚 好了卻我一樁心事 韓宇 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這麼猶豫跟我訂婚 難道你不願意 不是 我 那是因為 不確定 你的朋友是誰 男朋友 我對你那朋友 真的有點忌妒 可以讓你不顧爸的感受 討價還價 世華 你不必忌妒 我的女婿除了你沒有別人 爸 但是這樣 也要得到韓宇的認同 婚姻的基礎是愛情 愛情 不欠實際的東西 但是我在乎 我在乎我的婚姻 是否愛情作為基礎 韓宇 你這麼猶豫我們訂婚 你是否 心裡對我沒有愛 你就像我哥哥一樣 你能說我不愛你嗎 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對我是否男女之情 我 算了 不用說了 對 什麼都不用說了 韓宇 這些諾言 是你現在應該做的事情 愛情是兩情相約的 不是一直的合約 你跟韓宇的約定 不算數 為什麼 一定要算數 這是我的請求 這個合約不成立 爸 我是當事者 我有否定權的 不是嗎 哥 這我就不懂了 是嗎 從小 你就喜歡我的女兒 一直等她長大 要娶她當你的新娘 這不是嗎 是啊 韓宇小時候 我就很希望 她是我今生的新娘 但是我的新娘 我希望她是 滿懷笑容 滿臉的幸福 而不像現在這樣子 什麼交易 什麼合同的 逼著跟我結婚 爸 如果韓宇不快樂 我也會不快樂 這樣的婚姻 是不幸福的 是嗎 爸 我把自由選擇權 還給韓宇 爸 這樣子 韓宇會感激你 我也會感激你 搶摘的果實 是不會甜 如果你真的對我好 你就讓我 跟韓宇的追求者 來個公平競爭 世華 你這個孩子 怎麼能夠這麼豁達 一點都不自私呢 爸 這樣子才能證明 我是懂得尊重的聖事 我的禍達胸襟 是跟妳學習的 我 誰說我不自私 最自私的人是我 要不然 我不會白白的 浪費這個機會 機會 我要讓韓宇 真正感受到我的愛 我要讓她 全心全意的愛我 這才是我要的婚姻 我這不是自私 是什麼 哥 謝謝你 韓宇 你不用謝我 我現在是進場 不是退場 還有我告訴你 我是不會認輸的 就像我的愛情 跟我的事業一樣 我是永遠的贏家 還有 那個追求者要小心 如果有機會 我會當面跟她下戰鐵 好 有志氣不認輸 這才是我葉重德的兒子 阿姨 你看見了 如果你放棄施華 會是你一輩子的遺憾 不要為了一顆玻璃 而放棄了一個鑽石 好像真的沒有人 太好了 無所謂了 反正有人沒人都沒差 我才不怕呢 你真的確定你要回來嗎 你惹了這麼大的麻煩 你爸會不會對你怎麼樣 還是你先在那邊躲個幾天 等風生過了再回來 反正我顏家揚就是這種貨色 他們想怎麼樣 沒差 只是 他們現在好像對我沒興趣 連理都懶得理我 你在家裡這麼不順心 在外面不是開心一點嗎 幹嘛回來 因為小曼現在沒有地方去 我如果在家裡等 搞不好會有一些消息 那你幫我陪你 不用 我一個人被罵就夠了 幹嘛牽扯到你 為了你 挨一點罵 我也心甘情願 你在這裡只會愛事 回去 那我走了 你有什麼事情要打給我 好 我知道 那拜拜 拜拜 那個寶貝已經死了 你快點到你了 快點到你了 你要去杀了 再去找你了 你被寶貝已經死了 這輩子 你被寶貝已經死了 沒事 你還給我 小曼你聽我說 Baby已經死了 周知生死了 周知生也死了 Baby死了 你闖了禍 卻讓我負責 有這種道理嗎 如果在你把小曼帶走之前 能夠好好想想 今天會發生這種事嗎 小曼 我一心一想幫你 想盡辦法做一些 以為對你好的事 可是到頭來 卻弄成這個樣子 小曼 我到底是幫了你還是害了你 我為你做的一切 到底是對還是錯 如果我當初沒有帶你離開醫院 這一切事事都不會發生 我這個做哥哥的 怎麼這麼沒有用 我真的只是想為妳做好一件事 但是到頭來 卻什麼都做不好 我怎麼這麼沒有用 我怎麼這麼沒有用 小麥 小娜 妳在這裡幹嘛 我剛剛經過這裡 所以進來看看 那個什麼 這是我的東西 我要丟掉的東西 等一下 妳住樓下 妳要丟東西妳幹嘛來樓下 沒有 我是因為很久沒有看到小麥 所以想她想過來看看 小娜 我說謊可是第一名 妳現在胡說八道 妳有沒有騙得了我 妳說 妳現在到底想做什麼 我沒有想要做什麼 我真的沒有想要做什麼 你管太多了 小娜 我真的沒有想要做什麼 小娜 小娜 我沒有要幹嘛 妳不要管我 妳過來 妳給我解釋清楚 妳去哪裡 我 解釋清楚 佳陽 拜託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處理 請你不要擋我的路 不行 妳剛剛在小曼房裡 鬼鬼祟祟的 一定有什麼問題 妳說 不說的話不准讓妳走 佳陽 我求求妳 我求求妳 不要擋我 不行 妳不要解釋清楚再找 我管妳 妳給我解釋清楚 妳幹嘛搶我腳 妳吵什麼 媽咪 妳沒事去惹她幹嘛 我沒有惹她 吃她丟纏我不放 你閒得無聊 趕快去把妳那個瘋子妹妹找回來 不要在這邊找我女兒麻煩 我就是懷疑小娜跟小曼失蹤有關 所以我要從她身上找線索 我沒有 關於小妹的事情 我一點都不知道 妳不要亂說 那為什麼剛剛妳在小曼房裡 還有 我看到妳拿這個包包出來 這包包是什麼 妳說 給我看 不要 拿來給我看 妳給我看 什麼 這裡面是什麼 為什麼那麼緊張 沒有什麼 沒有 媽 這是我一些不要的衣服 我要送給朋友的 真的 如果是真的妳幹嘛這麼緊張 妳老實說 否則我就修理妳 好 我老實說 其實這裡面 是我一些不要的衣服 然後我要賣給我朋友們的 真的 真的 媽咪妳知道嗎 現在很流行二手拍賣 然後我那些朋友 他們每天看我穿著 漂漂亮亮亮的名牌 他們很喜歡 所以我想 我把我一些不要的衣服賣給他們 我可以賺一筆錢 而且再買新的衣服穿 說得也有道理 我女兒開竅了 知道要學習理財 不錯嘛 越來越像我了 好好的學 將來妳爸爸的事業 才會交給妳 不像有些人 笨死了 只會敗家 一點用處都沒有 沒辦法 誰叫我天生皇帝命 就是有人急著搶著幫忙賺錢 然後讓我有個不愁吃 不愁穿的生活 真是不知道是誰笨 還是誰聰明 你 眼睛瞪這麼大幹嘛 眼睛瞪這麼大 小娜就會變成男的 小娜到時候如果結婚 已經跟對方姓 到時候繼承家業 每人都沒有 如果她不結婚也沒關係 她就待在家裡 幫我賺錢 讓我花 你 好了 媽咪 你們不要吵了 我的朋友們的媽還在等我 我先走了 小娜 小娜 媽 小娜 小娜 小娜她有回來過 小娜她有回來 妳怎麼說小娜回來了 小娜她衣服裡的衣服 很多都不借了 一定是小娜回來拿的 小娜 妳是不是跑到小娜房裡 偷彈衣服要去賣 沒有 這都是我的衣服 那這拿給我看 我看 不要 為什麼 是不是小娜的衣服在裡面 所以妳不敢讓我看 不是 我說過這都是我的衣服 小娜 給她檢查 媽咪 她誣賴妳拿小娜的衣服去賣 妳的評溫有這麼差嗎 妳身上穿著用的 哪一個不比她高檔 拿小娜的衣服去賣 能賣多少錢 笑死人了 好了不要囉嗦 就拿來讓我檢查 媽咪 等一下 如果這個衣服不是小曼的 妳該怎麼辦呢 我跟妳們道歉 這樣就想擺拚了 沒人都沒有 媽咪 別怕 有我給妳撐腰的 妳怕什麼呢 好 如果裡頭不是小曼的衣服 我就跪在裡頭 跟妳們磕頭亂嘴 好 這樣還差不多 那如果裡頭是小曼的衣服 妳們怎麼辦 如果這是小曼的衣服 我也不會在妳便宜 我一定馬上教訓她 讓妳出去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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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負的未來 需要兩個人的 我要的愛 妳不習慣 真想擁有 愛 人該在 才會心全意 如果這是小曼的衣服 我也不會賺妳便宜 我一定馬上教訓她 讓妳出去 媽咪 妳別那個沒出息的樣子 行不行 在這個屋簷下 誰敢跟我們受氣 人家說妳是賊 妳就是賊了 來 給我 給我 我就不相信 我女兒會是賊 看 這些衣服 這 這都是小曼的衣服 是小曼的 這不是妳的衣服 小娜都用高檔貨 她才看不上這些 嚴小娜 妳好好給我解釋解釋 這到底怎麼回事 妳真的要偷小曼的衣服去賣 還是有人指使妳的 說 我不相信妳會當賊 是不是小曼支持妳的 我 小娜 小娜 妳為什麼要拿小曼的衣服 妳是不是知道小曼在哪裡 妳告訴我 妳帶我去找她 小曼在哪裡 快說 妳快說 妳們不要再逼我了 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 妳如果再不說實話的話 小心我打死妳 我真的不知道小曼她在哪裡 我只是想說 小曼她失蹤了 衣服擺在那裡 不用很可惜 所以我想說我賣掉 可以去買新的衣服穿 小娜 妳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 小曼她又不是不回來了 小娜 妳怎麼這麼過分 小曼不見了 妳一點都不緊張 一點都沒有手足情深 還去偷她的東西拿來賣 妳自己不會去買 妳不是有錢嗎 妳是神經病 妳妳真的是把我的臉給丟光了 我怎麼會生妳這個 沒出息的賠錢貨 我怎麼可以講 我叫妳偷東西 妳會偷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好 我在教我女兒 妳不要插手 妳 竟然妳別打了 孩子這麼大別打了 我可不像 指揮聲不會講 女兒做錯事情她就是要打 不像小曼一樣 被男人騙得團團團 回過頭來害自己爸爸 再了得 老巫婆 妳不要惱羞成怒 妳就侮辱我媽 是她自取其辱 怪得了誰 好 反正小娜的衣服也沒偷成 妳就不用故意在我面前教訓她 妳想當一個沒信用的人 我可不想像妳一樣 妳傻開 否則被我打到 我可不管 嚴小娜 媽 妳給我跪下 妳這個不爭氣的東西 竟然敢去偷東西 我今天想要打死妳 季翔 你別打了 你別打了 季翔 你別打到心裡 你別打了 你別打了 什麼 你別護著她 她哭要打妳 小曼 小曼 小曼妳 妳不要管她 小曼妳別打了 妳別管她 妳不要打了 季翔 妳怎麼要偷東西 小曼妳不要管我了 妳讓我媽打我媽 打我親才會笑 妳不要管我了 顏小曼 我不相信妳會偷東西 我絕對不相信妳會是賊 妳今天跟我說實話 為什麼要偷東西 我 我偷東西欣慰 我貪心 所以我要去偷小曼的衣服去賣錢 沒有為什麼 你 你還要狡辯 好 我今天非打死妳不可 小曼 你別管她 小曼妳別管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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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 小曼 小曼 對不起 我來晚了 妳怎麼那麼晚才過來 我還以為妳也要出賣我 小曼 我不會出賣妳的 我只是去幫妳買了一些 平常的日用品 還有一些衣服 所以耽誤了一些時間 我不是叫妳幫我 拿我的衣服過來嗎 妳為什麼拿我就買新的 我就是因為沒有辦法 幫妳的衣服拿出來 所以想說就買一些新的給妳 妳是不是跟他們一樣 表面說要幫我 實際上就在敷衍我 想要害我是不是 小曼 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害妳 妳不要亂想好不好 那為什麼我叫妳 幫我把衣服拿來 妳就這麼懶得回家一趟 妳跟爸一樣 都只是隨口答應我 都在騙我 小曼 不是這樣的 我不會像爸一樣的 只是 小曼 對不起 我太笨了 我沒有把妳招待的事情 處理好 小曼 妳不要傷我的 小曼 妳怎麼了 沒有 沒事 沒事就拿去 又是這個 又要發這個 已經發過了還不夠嗎 當然還不夠 我要把害死資深的人 一個一個揪出來 我要替資深討一個公道 小曼 妳光是發這個也沒有用 這事情已經發生了 已經過了 妳雖然把這些人都逼出來 又能怎麼樣呢 小曼妳要去哪兒 妳因為我不想幫我的話 我就自己去發 我就是要讓所有人都知道 害死資深的人 是惡魔 倒是惡魔 小曼妳不要發神經了 好不好 小曼 妳走開了 痛 妳幹嘛 妳要是不肯幫我的話 妳就不要在那邊假裝 我沒有裝 妳沒有 我才碰妳一下下 妳就在那邊裝得可憐希希 妳不是在假裝妳在幹嘛 我真的沒有 妳不說是不是 好 那我就認定妳跟他們一樣 都在欺負我 都在敷衍我 我沒有欺負妳 我沒有敷衍妳 我 好了 我說就是 這次 是我媽咪打我的 她為什麼要打妳 就是我想要幫妳 把衣服拿過來 然後被我媽咪發現 她就逼我跟她說妳住在哪裡 那我不跟她說 所以她就 妳平常就最怕痛的人 被打成這樣子 都沒有說出我的下落嗎 當然沒有 因為我跟你發過誓 我怎麼樣都不會 把妳的祕密說出來的 就算真的被打死 我也是不會說的 不過真的好痛 我這樣幫我買的小護士 妳有帶來嗎 有 我都在這裡 我有幫妳買小護士 然後毛巾 還有牙膏 然後我還有幫妳買 你看妳吃我的杯子 然後我還有幫妳買 妳幹嘛 替我挨擋我幫妳擦藥 坐下來 好痛 好痛 妳幹嘛替我受這樣的委屈 我平常對妳不好 我每天又吵吵架 曉曼 哪個姐妹不吵架的 可是我每次吵完架 我就忘記了 而且 妳現在變得這麼可憐 我不幫妳 誰幫妳 我不需要妳的同情 可是我怎麼樣都是 還會同情妳的 妳是我的妹妹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姐妹 妳是我的妹妹耶 妳是我的妹妹耶 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是姐妹 我不在乎 把妳的親戚收回去 曉曼 不管怎麼樣 都永遠是一家人 妳不要忘記 我最愛的兩個人 就是給爸害死 爸他不是也是我的親人嗎 曉曼 妳不要這樣 妳看看 我被我媽咪毒打 我都沒有出賣妳 就算是我幫爸數最好了 曉曼 妳知道嗎 其實爸爸他很愛妳的 他晚上偷偷跑去醫院看妳 還偷哭 這都被記者拍下來了 那記者嫌我死掉的事情 也是真的嗎 曉曼 妳不是我 妳永遠不會知道我的感覺的 我知道我不是妳 可是 我真的很想盡量的幫助妳 盡量的給妳溫暖 我盡量的幫助妳 這樣妳就會少恨家裡一點 有什麼可能的事情 曉曼 妳知道嗎 我多麼希望我們一家人 可以快快樂樂的過日子 雖然我們有的時候會吵架 可是 我們吵得還是很快樂 不是嗎 好 妳要我相信妳可以 那妳就繼續拿去放 好 怎麼樣 不要是不是 如果不要的話妳就出去 好 我幫妳發 我幫妳發 發得到總有一天 妳會相信我對妳的誠意的 曉曼 妳自己住在這裡 要小心門戶 有什麼事情就打電話給我 我幫妳 顏曉曼 妳永遠不要忘記 是誰把妳逼到這個地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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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今天還沒發現了一些亂七八糟 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報告總裁 我一大早就詳細的檢查過 我都沒有發現任何東西 保全人員正在顧慮監視錄影帶 我相信很快就會有結果 說起來真是天大的笑話 我顏相天在外面 什麼大風大浪我沒見過 現在被自己的女兒 搞得焦頭爛額 疲於應付 這叫慈福心 部長婚人不是誇妳是鐵漢柔情嗎 妳在諷刺我 我難道沒有自知之明嗎 沒有 博文啊 別人對我拍馬屁我無所謂 因為我習慣了 但是這話出自妳的嘴 我會解讀成妳故意給我難看了 是 是 妳要知道 我現在每天面對的是 多少人的嘲笑跟諷刺 尤其是我的家人 甚至於是我自己 我承認 小曼的這件事情 我處理得很不恰當 但是當時妳也在現場 妳知道我沒有選擇啊 我不這麼做 行嗎 博文老弟 我這些心裡的話 我也只能講給妳聽 對不起 總裁 我失言了 博文 我問妳 妳覺得妳自己算是個慈父嗎 我 這得要問超義才行 很好 我很羨慕妳 至少妳的答案裡面 有一半肯定的可能性 而我的答案 清清楚楚的刻在 每個人的腦海裡 別人當著我的面 說我是鐵漢柔情 背底底 說我鐵石心腸沒有人性 總裁 別誤會 我沒有這個意思 不 妳其實只是說出 每個人的心聲罷了 進來 爸爸 吳副總 怎麼了 關於我前兩天跟你提的 企業授聲方案 文靜連夜做好企劃書請公 這一次你不僅是說得 頭頭是道 而且你還提得出具體的方案 這樣子爸爸就放心多了 等一下下午的董監事會 我要跟你辦理交接 我會正式任命你做代理總裁 新官上任385 怎麼我現在突然變得重要起來了 年輕人經驗不足 還是請總監的一看著 那照你這麼一說 這件事我就非晚不可了 好 我決定要效法葉韓宇 要做個落落大方的女人 這樣子你才會喜歡上我 曹怡 妳不需要我刻意為我改變什麼 妳是妳 韓宇是韓宇 兩人是不一樣的 我一定要改變到 讓妳喜歡上我 我愛她 愛到無法自拔 她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全部 但是我希望靠我的實力 去遇到她的心 堅持到最後 我相信妳一定會 樂 她是跟我競爭寧的人對不對 我想看看她長什麼樣子 怎麼會讓我們驕傲公主動心 原來妳是表錯心虧錯意啦 我還在想呢 人家家輝啊 已經決定要接任了 超姨怎麼可能在一夜之間 就改變了心意啊 看來妳跟超姨的距離 是越拉越遠喔 妳知不知道妳爸爸最恨這個東西 她要是看到那個 我們就完蛋了 小娜 怎麼會是她的呢 聽世間微弱的聲音 聽世間微弱的聲音 對回憶溫柔定 就算我走掉下個世紀 只要妳回頭 要我停留 要轉世間也願意 說不出我有多愛妳 說不出我有多願意 放棄所有風景 為了換回妳 為了換回妳的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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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對不起 我偷偷將愛拿掉日記 回憶在等妳 一直在這裡 一直等著妳 不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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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憶